为了反国会改革 行政院提出复议案被否决 没想到现在换总统内清德 亲自出手主导 在党之一国会叫官员 不要说谎隐匿到底哪里违宪 这一次国会改革法 不少都是民进党过去 法律专家和学者的主张 又为何违宪 政府说是要守护宪政 保护人民 但向美国前白宫资深顾问班农 因为藐视国会定罪 被判坐牢四个月 难道美国就是民进党说的 毁宪乱政 践踏人民的极权国家吗 网友就炮红笑死人 守护宪政 从买疫苗都买鸡蛋 动辄几十亿资料全部涂黑 你是守护宪政还是守护毕业 你在保护贪污还是保护百姓啊 甚至类总统还这样跟在野党喊话 无论视线结果为何 朝野都必须尊重且接受 大法官还没有做出视线结果之前 也不宜贸然采取行动 连军炮红难道执政党铁了心 就是不让在野党有半点机会查 过去八年弊案 包括两兆的封店的弊案 鸡蛋坏塞包括口罩 人民没有吃的权利嘛 人只要心里没有鬼 应该坦然面对所有的调查 不要提出暂时处分 国会改革被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 说是在野党侵害民进党行政权 搞到政府没钱可花 没政机 让他们2026跟2028输掉选举 网友狂吐槽这是不小心露线 讲白了你民进党选举就是拿国家的钱 就证明了民进党都是用政府钱在选举 公器适用啊拿钱养网军啊 史上头一回包括总统在内 四个机关可能同时申请示线 民进党请全党之力 狂党国会改革法 北信好奇究竟是有多少弊案 这么怕被摊在阳光底下 记者张庸子 曹天涵采访不到